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学区录制的C元视频教程 这是我们的交流论坛 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上面提问 那么我们今天是讲我们的C元第12课 C元的表达式和语句 那么本节课的内容呢主要有这个 首先了解表达式是什么 那么表达式,每一个表达式都有一个值 就是说计算完这个表达式之后呢 它都会有一个值 比如这个一个4它也是一个表达式 1-6它也是个表达式 4加6也是个表达式 它算完之后它的值就是10 然后A乘以这些也是个表达式 那么计算完之后都会有一个相应的值 然后这些都是一样的 还有这个大于3等等它也是一个值 好,那么我们就先来试一下这些表达式 首先我们同样在这边有一个文件 打开 那么我们像这样 我们C元中每一个表达式后面 你基本都要有一个分号 那么比如说像我们这一个数字 4一个分号 那么这样也是可以编译过 那么我们CMD 然后进到我们的基盘 CDCC下面 D2看一下 有一个自学7.C 编译一下 好,没有问题 然后运行一下A.exe 它没有任何错误 就说明我们这个4它是一个表达式 也是没有错误 然后这边我们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输出一下 比如说输出一个4加6 4加6 那么这4加6也是一个表达式 那么这个表达式最终会有一个值 那么这个值呢会替换掉前面这个站位幅的一个字 那么它就会输出这个计算之后 表达式计算之后的一个值 那么运行一下看 好,先编译 A好,运行的是10 那么就这个4加6这个表达式运算之后的一个值 那么这就说明每一个表达式呢都有一个值 像这些我们就不一一去测试了 这个表达式这个东西很容易理解 就是相当于一句话 就是一个表达式一样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逗号运算符 那么逗号运算符呢 用的比较多 很多情况下 在后面的课程中会用到很多 前面其实也可以用 比如说像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这样 首先定一个A A等于 就A吧 A给它初始化一个0 好,那么A等于我们逗号怎么用呢 逗号可以这样 比如说1逗号,2逗号,3,4逗号 那么这样 那么逗号把一个一个前面之间都是个表达式 把它的表达式隔开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A的值 它运算的时候呢会这样 从左到右 依次运行 首先运行第一个 然后再运行第二个 然后再运行第三个 那么一直到最后一个4 运行到这之后 再返回 把这整一个作为一个表达式 把这整个表达式的值呢 这整个表达式的值 就是计算的最后一个的值 就是最后一个表达式的一个值 就是整个表达式的值 那么这样呢 A就等于了4 我们可以输出了这个A来看一下 A 好,看一下 这边要用这个 要用它把它扩起来 这样才行 那么这个括号就是把它扩起来 表示整一个是一个表达式 然后这个A 它就会返回这个 那么这就是这样 整个逗号表达式 我们可以百度搜 加深一下理解 C语言 逗号表 逗号表达式 或者逗号运山符 这边百度知道第一个就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边有点杂乱 这句话 这其实它是在一行的 那么用逗号连开 连分起来 那么就这一句运行一下 然后再运行这一句 然后就把这一句的结果返回到C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比如说这样 就是要在一行的时候 那么这个运算一下之后 然后再运算这个 然后再把这个整一个语句的一个值返回给它 整个语句的值 就是这个的值 大家可能在想 为什么不直接用C来等于这个呢 是因为逗号的话 它会有一个区别 就是从左到右一次运算 它会在左边这个运算之后 再计算这个 比如在左边它修改了A的值 那么在右边这个A的值 就会被修改之后再参与运算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再来一个深刻一点的例子 比如我们这再来个B等于0 同样 这呢我们就 第一个我们用B加1 然后第二个B-2 这边返回B 不是返回B 就说这边是第三个就是B 这个表达式 那么整个表达式的值就是 首先运算过程是这样 运算到这 首先从这开始 程序从这里开始 然后运行下来 第一句复值 第二句运算到这的时候 首先运算这个B加1 然后B-2 然后B 那么可以看一下 这个运算的结果是什么 运算的呢 它应该是一个0 我们看一下 好 它为什么会是0呢 因为它首先 前面这运算B-1 它并没有修改B的一个值 然后B-2也是没有修改B的值 那么第三个运算的时候 这个B的值就返回到了 复值给A 那么这个B还是0此时 所以说它没有修改 如果我们改成这样 B等于B加1 然后B-B等于B-2 然后再这样运行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结果 现在是-1 那么这个-1是怎么来的呢 那么就是这样 首先B等于B-1 那么此时B B加1 那么此时的B是0加1 那么此时运算完这一句呢 B就已经变成了1 到这一句 然后B变成1了之后 1-2等于-1 然后复值给B 此时的B就是-1 然后再运算下一句 第三 然后就是此时的B就是-1 那么-1就复值给 作为整个表达式 逗号运算符的一个表达式的值呢 传给我们的A 那么此时的A呢 再输出就变成了我们的-1 那么这就是-2号运算符的一个用法 那么这点就可能稍微难一点 好 -2号运算符 那么此时 那个-2号运算符已经讲完 那么我们就来讲一个类型的 一个自动转换和强制转换 那么我们用实力来说 什么叫自动转换 什么叫强制转换 好 这边都删掉 同样定义两个变量 I接 对它出十一下 I等于10 然后接等于20 嗯 比如还再定义两个 还有定义一个吧 好 接变成一个字符型 好 在这边有个字 先说自动转换 首先我们这样输出 输出我们的百分号C 用字符的形式输出 或者这 接改成97 这我们用接 那么在这 我们这明明给它是一个 98 然后这输出I 这个I我们这是 整形的数 是个整形的 那么在这 我们输出的时候呢 做一个 嗯 字符型的 在这个情况下 它就会 I就会自动被 转换为 X类型的来输出 这就是自动转 自动类型转换 它会自动把它转换为 这个类型 我们看一下 它自动转换类型 输出一个 输出一个B 那么这就是说 这地方就是 C元中的一个自动类型转换 自动类型转换 自动类型转换 它转换成了一个百分百分号C 所能那个输出的一个字符型的数 还有什么呢 还有比如说我们再定一个 嗯 Float F吧 Float F 我们在这地方 F等于I 那么这个地方也会进行个自动的一个转换 就是什么呢 I这个整形的转换到Float型的 那么这个I线是98转换到FloatA型 那么它就自动转换成浮点型的数据 嗯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F给它负一个值 100点55 100点55 那么就是一个小数 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要I等于F呢 这样的话就是说浮点型它转换成整形 那么它就会丢失掉一部分 它就会丢失我们的一个小数部分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就会进行个 会造成数据的丢失 所以说一般是不建议把它说 就是把浮点型直接转换成我们的整形 那么我们这样的时候输出一下 输出我们的Icon 看它就没有了我们的一个福 没有我们的55这个 那么我们用F输出看一下 看完这就不行 我们的I是整形的 我们这用浮点型输出就不行 所以我们这同样用 同样要用摆放号D 这样它就会100 它就丢失掉我们这个55这个 55这个小数点 这就是自动类型的一个转换 它是自动进行的 那么和自动类型转换相对应的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强制类型转换 或者说指派类型 在我们的CPP那本书上讲的是指派的一个类型 怎么办怎么办呢 我们看一下 指派类型 昨天的课程中其实我们已经讲到怎么弄呢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I等于100 我们要让它做一个除法运算 比如我们要计算一个I除以3的一个运算 那么运算出来的结果是要把算为浮点型的 我们这样编译运行 这个值是不对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就 它不会自动转换 我们就需要一个强制 或者说指派一个类型 我们把这个I给它转换为一个float型 float类型的 一个浮点型的 那么指派类型呢 就是需要一个扩号 在变量前面加个扩号 扩号里面加我们要转换成的类型 比如我们转换成浮点型 单进度浮点型 那么就用这个float 因为计算的话 它需要有小数点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弄成这样 我们现在再来编译 然后运行 那么现在就看到有3.3333很多 33.3 那么这样就行 所以这就强制类型转换 有的情况需要我们进行一个 给它指派直接变成什么类型的 那么还有一个要注意点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进行了一个转换 那并没有说就把这个I变成了浮点型 而是说在此处用的时候把它当成一个浮点型来处理 然后进行一个计算 并未改变它的本来的一个类型 本来的类型还是没变 比如我们再输出 百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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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输出我们的I 那么它同样我们就回车一下 编译 清评 然后看一下 那么看 后面的还是百分还是一个100 那么就是说它并没有改变它原来的一个类型 而是只是说在此处用的时候把它当作一个浮点型 或者说其他的你有double就是双精度浮点型来处理 并未进行一个真实的改变它的一个大小 改变它的一个类型 所以说这一点要注意 这就是强制类型的一个转换 那么强制类型转换 自动类型转换 还有一个逗号运算符 那么是今天的一个重点 这三个东西大家花时间去理解 那么此处我们就来看 下节预告是我们的 外有循环语句 外有循环语句的一个使用 那么 摆脱了我们基本的一个顺序的一个结构 直接从上到下一直循环 一直运算 我们下节课就可以用循环语句来执行 一直执行同一件事情 好了 那么本节课就讲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上我们的自学去提问 谢谢观看